大家好, 師傅, 你好 你好, Honey 你收不收我做徒弟嗎? 我收不收, 先看看你有沒有資質 好, 你不如先介紹這個招牌菜 因為我今天一直進來 很多人叫我一定要試個分雞 是嗎? 是 其實我們的雞… 現在已經做了差不多七、八成 顏色很漂亮 是嗎?我們怎樣做呢? 首先我們用粗鹽、可鹽醃製底味 去抹擦 沒錯 然後我們用桂花、烏龍茶和貪草 去吸煙雞身 然後我們就上皮 上皮我們放在風光櫃裡 模仿北方的天氣, 大約六至八度 吹了兩天 是 而且它的味道會變成濃稠的雞味 然後我們剛才用了75度的油溫 去浸至雞差不多七、八成熟 我們最後的動作就是 用傳統的炸子雞方法 是 去炸皮, 一定要夠脆 我們就開始碎上就可以上碟了 好, 好 事不宜遲, 試試吧 好, 好 這隻雞也經歷了很多事 經歷了很多事 我們…好 我聽到有噱噱的聲音 是的 我想問一下, 其實這道菜有甚麼故事 即是怎樣發明這道菜 可否告訴我 其實我自己怎樣發明這道菜式 其實我自己也很喜歡吃燻雞 是 一般燻雞就不是脆皮的 很多都是浸了豉油雞 然後就叫做煙燻了它 我自己就覺得, 我又喜歡吃脆皮 因為吃湯和大致雞 但又喜歡吃冰雞的味道 那我就嘗試將它們兩邊的味道 混合在一起 而創作了這個菜式 但創作的時候, 其實都有很多汁 因為有時候做出來 煙燻的味道又過了 而且雞肉不夠嫩滑 我們就要慢慢嘗試油溫、控制 對, 做到現在的效果 大致我認為暫時來說 都是不錯的做法 我們大概十多分鐘左右 要軟十多分鐘 對, 十五分鐘左右 這樣也挺累的 好像有些皮是想爆開的 對, 開始膨脹了 開始膨脹 那你是不是不可以讓它撈開 也是的 是嗎 很難, 因為你這個溫度 其實它很容易撈開 很容易, 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們就會用針, 鬆一鬆它 怎樣鬆它 我們會用一點針 我們會鬆一鬆皮 令到多餘的油份 流出來 油出來的 雞腿的位置 在水邊是在這裡 活動 我們要打他 然後一直把魚肉的熱 然後鑿肉就滴廚 然後把魚肉吸進去 然後用來多大油份 所以它要剪到苛榛 它會在氷圓上流出來 對, 所以你就會… 就更加後切了, 對嗎 對 是 令油放進皮裡 沒錯… 在裡面炸出來 沒錯 很講究 這個雞從你開始有想法 去到研發, 真是成功了 用了多久的時間 真的用了幾個月? 幾個月? 對, 幾個月不停嘗試 我們選雞的種 用了幾個月時間去做 你大約做了幾隻雞才到完美? 真的過百隻 對, 百多隻雞我真的試過